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们的电脑越用越久 然后就越来越不流畅 明明也没下载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不对 我现在就介绍一下我平时是怎么样 维护我的电脑软件类硬件呢下次我再拍给你们看 软件类怎么样维护我的电脑只需要几个小步骤 能保持一定的流畅度让你的电脑 然后我所说的这个是Windows 11的版本 至于其他的版本呢 我因为用了Windows 11很久所以其他版本我也不懂 一不一样所以就你们可以上网找下别的哈 好来第1个步骤哈我们每2个礼拜一定会做的东西就是 首先你按一下这个Start这里 然后在这里打Windows Update 你们会看到Windows Update Settings这个东西点一点它 然后这里会出现这一个框 你们让它检查更新 check for attack 有的话就立刻让它下载 等它下载完了如果它有必要的话它会叫你 重启电脑下载 下载完了过后它有必要的话它会叫你重启电脑 重启了电脑过后你就可以去看我的第2个步骤哈 这个是很必要的哈 这个电脑更新 Windows 更新 呃因为它Windows嘛它也是人做出来的一个系统哈 它难免一定会有漏洞还是怎么样的其他的不好的东西 呃 那你去更新它的意思呢就是 他们开发这个系统的人员哈如果他们发现有哪儿有恶性漏洞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哈 很白话的讲很不好的东西 他们修好了就直接 放那个补丁出来你们赶快去更新就可以了哈 然后第2个就是解决位置的问题哈 一样按回刚才那个start 然后在这里 你只需要打this clean up 然后看到这个东西吗 this clean up你点点那一次 然后主要的其他的盘哈 你不管cd e fg还是多少的啊什么符号的盘你只要选中你的系统盘 点ok 然后它跳了这个 东西出来过后你先别管它 这里还有个 clean up system file 你再点一次 一样选你的系统盘 让它 搜索一下 OK 收了出来过后哈 如果你电脑是很久没清理的话哈 你会看到这个windows update clean up这里 它是有很多的 少至几百MB多至几十gb的情况我都有遇见过哈 你就不用管它 它默认勾上的是什么你就直接点OK 然后按delive它就会帮你清掉了哈 好了 我看 anom素了 是什么 就是 可能轻的有点久 我们就先不管它 第三个要做的就是你首先跑 这样你的花柱移过来这个Start这一边 右键 找到Task Manager然后直接点它一下 然后这个东西跳出来过后呢 你只需要在这里找Startup Apps 点它一下 这里这些东西不管是什么 它的意思是在这里会出现在这里的东西 就是你电脑一启动的时候一开你的电脑 这些东西就跟着开 所以你电脑一开一开机的那一刹那哈 这些东西全部跟着开 如果东西太多的话 你电脑自然就很卡开机的时候 对不对而且也开得很慢 你可以在这边把你平时没用到的 好像我现在没用到的这个 这个NEMO Service 我右键按DISABLE 下次它开机的时候它就不会自动启动这个服务 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拿出来说呢 因为我们用电脑 人嘛 越用越久电脑 你的电脑里面的软件 什么的 肯定是越用越多 然后你每次在下载然后在install进去的时候 它们有些是会默认启动的 默认启动的 你觉得没必要你都可以跑过来这里 然后右键关掉 这样子你的电脑下一次开机的时候 它就不会 顺带启动你被你关掉的东西哈 这是第三个 好了第四个啊 第四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第四个 我第四个必须要等这个清理 OK 这个 好 过来开始这一边 在这边 打CMD 找到这个Command Pro 右键它 Run as Administrator 点了过后它出现这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出来了过后 你首先要确保你没有在玩游戏 或者在干什么其他别的很重型的东西 然后你在这里写sfc 空格一个slash 然后check now scan now 然后enter 它在跑这个东西的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然后你们就等它跑完了过后再关掉 它在跑的时候你千万别做任何其他的东西 然后这一个步骤呢它是 就是检查你的系统盘里面有什么 损坏文件或者是corrupt cloud 或者是 怎么说呢 就帮你检查你系统文件吧 这么说吧 然后你有错误区还是什么的 然后它会尝试的帮你修复 有时候电脑卡也是因为你的系统里面有些文件或者是必要性的东西出现了错误 它才会这样 你跑完了这个东西 等它跑完了 然后关掉就可以了 然后上 等这个东西跑完了过后 我们可以 等吧 我也没办法 我太着急了 等吧 它这个 检查的速度 因电脑而异的 有些快有些慢 可以看你的系统里做的 OK你看 像我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它说找到了corrupt cloud 然后帮我修好了 是这种意思 如果你们需要看lock的话 它这里有那个路径给你看 OK 这个可以关掉 That's it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一样 在这一边 然后这个空格 这个空栏位 打defrag 如果 你能看到这个直接点就好了 没有的话你就继续打defragment 通常都会出现 点了这个过后 这里也是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 这里 这些是整理你的硬盘 就是你的hard disk 整理是怎么整理呢 你就不要管 你按就对了 OK 然后要按的 你必须要注意 是hard disk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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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选中两个 按着control 选一个 然后按着control选第二个 然后optimize 然后等它跑 然后这两个跑完了 过后 为什么只选hard disk呢 因为solid step drive 就是SSD 外面你们能听到的SSD 它 不是说不好 可是你每次这么干的话 它会减少一点点痕 一点点的寿命 基本上可以无视的那一种 咳咳咳咳咳咳 问题就来了 既少成多嘛 所以我也不希望你们 时常这么干 咳咳咳咳 这些SSD ho solid step drive 你只需要大概一个月 按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麻烦 你可以像我这样 这里有一个change setting 点它 然后设置一个 每个月 然后这里你可以选 自动的 每个月自动帮你清哪一个盘这样 然后我比较推荐的话 就是这些SSD 你自己手动去清吧 免得系统 有时候 你知道windows也是人做出来的 有时候它出出来是什么 就怕它 无限的帮你使循团一直走去 碎片整理 一直帮你走去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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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那个SSD的那个寿命就会很短 所以我比较推荐的都是用手 一个月按一次就好了 然后这个你 都一样 等它跑完了过后 就可以 关掉了 然后就没了 就每个月都做我这几点的东西就好了 谢谢